为了加强国际学术交流 增进各国青年学子 对于台湾的认识 东华民国政府从2004年 设立了台湾奖学金 以及教育部华语文奖学金 吸引国际学生赴台就学 计划行之有年 也培养了许多赴台就学的 国际学生 今天这些留台校友举行年会 与即将赴台就读的学生 分享在台留学的经验 在掌声之中 驻落台北经文处处长 颁发奖学金给过奖学生 他们对于将要前往台湾 研读自己的专业 都感到非常兴奋 而今天的年会 留台校友也会来分享经验 我想研究中国电影历史 所以我需要用中文 所以我想去台湾学习华语 我觉得台湾很特别的 国家 而且现在我做思想研究 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一些 在台湾或者在中国 所以我可以利用我的中文 台湾奖学金专门供赴台修读 正式学位的学生申请 而教育部华语文奖学金 则是提供学生进修华语的机会 曾在1984年就到台湾留学 目前为洛杉矶加大 UCLA人文院院长的接触学者 史加伯博士表示 在台湾的那段学习及生活经验 非常宝贵 我现在回到台北去 我真的是很惊讶 现在台北完全改变 对不对 它那个时候是非常 蛮脏的 空气污染蛮严重的一个地方 现在非常干净的 非常可以说非常文明的一个城市 我很喜欢台北 金文处处长也说 这是促进台湾与国际交流的好机会 在传统的中华文化 或者是有台湾特色的 这样中华文化的一个环境里面 来学习的话 应该是非常正面 对大家国际的交流 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今年这两种奖学金 共有28名学生脱颖而出获得 关注 跟 口 无 PA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